天气闷热 时而来一场雷震雨 轰轰隆隆的雷声 时时把我从录音的状态里揪出来 然后呢 我再花时间沉浸去 再被震性 揪出来 人不会想要生活一直是平静的 更不会想生活里难得能够有平静 我想要的是 如果我要平静 他在 与你分享詹姆斯亦艾伦的文章 平静 心灵的平静 是智慧美丽的珍宝 它来自于长期耐心的自我控制 心灵的安宁 意味着一种成熟的经历 以及对于事物规律的不同寻常的了解 一个人能够保持镇静的程度 与他对自己的了解息息相关 了解自己 首先必须通过思考了解他人 当他对人对己有了正确理解 并越来越清楚事物内部存在的相互间的因果关系时 他就会停止大惊小怪 勃然大怒 忐忑不安 或是悲伤忧愁 他会永远保持处境不便 泰然处事的态度 镇静的人知道如何控制自己 在与他人相处的时候 能够适应他人 别人反过来也会尊敬他的精神力量 并且会以他为楷模 依靠他的力量 一个人越是处境不便 他的成就 影响力和号召力 就越是巨大 即使是一个普通的商人 如果能够提高自我控制和保持沉着的能力 那他会发现自己的生意蒸蒸日上 因为人们一般都更愿意和一个沉着冷静的人做生意 坚强冷静的人 总是受到人们的爱戴和尊敬 谁会不爱一个安静的心灵 一个温柔敦厚 不孕不火的生命 无论是狂风暴雨还是艳阳高照 无论是沧桑巨变还是命运逆转 一切都没有关系 因为这样的人永远安静 沉着 待人友善 我们称之为静吻的可爱的性格 是人生修养的最后一刻 是生命盛开的鲜花 是灵魂成熟的果实 静吻和智慧一样宝贵 其价值胜于黄金 与宁静的生活相比 追逐名利的生活是多么不值一提 宁静的生活 是在真理的海洋中 在急流波涛之下 不受风暴的侵扰 保持永恒的安宁 我们都曾结识过许多人 他们因为火爆激烈的性格 使自己的生活变得一团糟 他们毁灭了一切真与美的事物 同时也葬送了自己平稳安宁的性格 并将坏影响四处传播 大多数人都因为缺少自我控制 破坏了自己的生活 损害了原有的幸福 在生活中 我们碰到真正能够沉着 冷静 保持平稳安宁的人 真是了若陈兴 人性因为毫无节制的狂热而躁动不安 因为不加控制的悲伤而浮沉波动 因为焦虑和怀疑而饱受摧残 只有明智的人 能够控制和引导自己思想的人 才能够控制心灵所经历的风风雨雨 请对你的心说 平和 安静 顶着满头汗从录音房间出来 端一杯刚叙好的茶 看窗外夏天的雨的疯狂演变 我索性从房间里想要的平静而不得中 走进外面的锅灶 然而渐渐地 或许还有一些 稍稍飘进来的风的功劳 我的内心缓和了许多 我在热闹里 找到了内心的片刻平静 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 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 305读书 说一说你追求平静的故事 我是潮雨 祝您 晚安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